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舒 好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那個 青春點點點的追思會 今天就是進入來玩的那個Vlog 還有我等一下可能會去採訪那些點友 就是 欸為什麼 你會想對青春點點點說 一句話還會說什麼 青春點點點陪伴你度過什麼時期 為什麼會想要來參加這個活動 對 我剛剛有問過馬克他說可以去拍 然後等一下就去玩了 那我們現在在排隊 就是我女朋友要跟那個 瑪莉去拍照 對 他現在非常緊張 我覺得蠻好玩的 準備要去拍照 乾槍的嗎 很緊張 多緊張 1到10分 10分 也太緊張了 欸你從來沒看過馬力分 有啊 你之前都沒有跟他說過話 沒有 那你等一下問他說 欸你覺得你會單身多久 沒有 好啦開玩笑 嗨嗨嗨嗨 剛剛不是說要採辦了吧 我採訪了五六個 所以都被打消 有的感覺還蠻難拆放的 所以這個企劃就取消了 非常的無聊 那我們就直接就是拍活動 還有看到的東西 好嗎 Yeah 準備十秒鐘一個開始 好 好 欸我相信大家剛剛都有七十八真的 所以我才說到一百 沒有 你看 給了一個一百目標大家只會講到七十 你如果說七十的話就只有四十九嗎 你集中不到 好 好 而且待會就這樣子 待會一百二十八內吧 加油 七三點一點 這個節目已經收到一二年了 台北朋友大家 我愛你們 我愛你們 我是馬哥 大家好 我是馬鈴 大家好我是馬鈴 大家可能會不知道喔 喔我想問一下 今天有誰是第一次 來 親自點人的 魔動 其實蠻多的耶 有人算是蠻會選場次的 我的天啊 那 有多少人是完全不認識我們 就讓人 一個 好 算少數 那我待會就放心 所以 有些人是因為 Youtube的馬克星將而來的嗎 來來來 舉手 舉手 OK 那 剛剛還有一半的人 算了 現在沒辦法 直接給我問下去 好的 今天今天也正式開始 今天我們節目的第一首歌 麻煩陳大哥 你要麻煩陳大哥 是不是 最後一首 這一首 陳柏林 唱 柏哥 你們真的起立耶 有沒有搞錯 有帽子的 記得把帽子脫下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好 對主編齊很好 對主編齊很好 對主編齊齊 都是一樣要唱歌的 很好 你今天換電唱了吧 你今天不會唱的歌 就這樣 大家 再合唱 我唱個一次一次兩次就好 對主編齊齊 對主編齊齊 對主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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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柏大哥 啪啪 可以了 我想整首歌 大家應該以後不祝福 真的 保持潔力到後面吧 因為去年就是有邀請說 誰要跟瑪麗女神 所以你上來合唱 然後就有 很難得說可以這樣 跟你合唱 那個音像 我是在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我覺得實在是有點尷尬 今天不用重複了 我們有意思到就好 那接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舞台在後方 好遠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下去舞台了 正式上那邊在解釋遊戲規則嗎 YES 在這邊呢 要謝謝今天尊貴的評審們 然後評審們 呃 如果你們想要參與遊戲的話 你們就自己下來參與遊戲吧 大家 如果你們不想要參與遊戲的話 你們就自己送一張評審吧 等一下 那到底有什麼區別啊 沒有區別啊 票價上也沒有區別吧 對吧對吧對吧 是吧 沒有嗎 那不是這樣搶的嗎 因為只開很少的名額 對啊 他們有運氣耶 So 好 我們活在是靠金錢為主的世界好不好 這一次 不會像去年一樣 我還要再多請會主席一次電影 這一次不會 定價都一樣 所以就是 今天我們玩遊戲的時候呢 如果 呃 或是你累了 或是你覺得你想要做的話 你也可以自行上去 然後評審們想要加入跟參與的話 呃 你也可以下來 當然評審對於我們今天的遊戲 還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群人 就是這個遊戲的進行 是要靠你們繼續下去 好 沒有啦 因為大家知道 沒有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到feeling男生 他就是有點這樣子 就是在睡覺的感覺 誰啊哪一個啊 黑衣服那個喔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有點就是 我們要嚇到了 對對對 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大家 我不能因為一個人 有沒有影響我的心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我現在要下去了 阿樂到底要站著還是住著 站著啊 因為等一下就要站著了 好 然後 呃 國歌裡面有一句 像摩西分開紅海 等一下就請各位幫我們分開紅海 像摩西一樣分開紅海吧 欸 小心不要跌倒喔 不要玩喔 哇 耶 好噁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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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會不會沿路有人丟錢啊 我要撿喔 哇 耶 這個路越來越窄了 欸 分開紅海吧 這是 這是波動 我馬虎會有幸運的事情發生嗎 耶 哇 哇 不好意思我手上都拿東西喔 哈哈 等一下 分開紅海吧 快撈頭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呃 撐過那段時間 然後在那段時間的時候去磨索跟 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原本有想要講一個東西 不過這有點長 你們想要聽嗎 哈哈 這個這個蠻長的 好就是 呃 我的某一任女朋友也就是在我20歲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他有一天突然很生氣的告訴我說 說 拜託你都已經幾歲 你怎麼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啊 然後那時候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 蠻受傷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還好吧 就是日子就是遮量過啊 然後我也沒有很特別的覺得 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可是我沒有想要在 呃 那個時候是我最親密的人的眼中 他看我 覺得我根本不知道什麼 自己在幹嘛 然後覺得我的生命在迷茫這樣子 好 然後 可是 呃 到了現在以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跟Catia是 滑聽隊認識的 那 Catia呢 她就是一個 非常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 我們每次呢 在講就是 秘密啊 或是吸引力法則 你們聽馬克星講 可能常常聽到我要說 如果你想要脫單的話 你要先設定你想要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你要把這個目標講出來 然後像宇宙發射訊號 等等等等等等 之類的這些東西 然後可能有些人聽的時候 就是荔枝書的 荔架啊 可是Catia她就是一個 她雖然沒有朋友密密 她雖然 沒有知道什麼吸引力法則 可是她是這樣去規劃她自己的人生的 就是她一直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人生要做什麼事情 那在滑聽隊的時候 她就很明確的設定目標說 我就是要找一個 外商 然後 錢賺得多的 然後 但那時候你都沒有符合啊 然後 然後 英文好的 高學歷 對 高學歷 然後還有什麼 之類其他一些身高什麼之類的 就是大家自己自定這樣子 然後雖然就是滑 滑掉是我 然後雖然我可能不是在外商 我實在就是 土商 就是 非連土商 這樣 可是就是 現在她過的生活跟她所 那個時候所設定所想要的生活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就是 我覺得這是很神奇跟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 一直 一直講 都還是希望就是大家真的去做 就是那些 那個目標是有力量的 你的意念是有力量的 當你寫下來 當你認真去遵守它跟實踐它的時候 你是會 會漸漸的朝那個方向去走的 也許 在去年的時候有講過 也許 突然 你在走的那個路上 突然跑出一個什麼其他的東西 把你吸引過去 可是你只要把那個目標一直 放在你自己的眼前 你一直去盯著它 它會把你帶回到 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今天 最後還是很開心 就是 我們只是一個廣播節目 然後在深夜 很開心可以認識你們 然後現在進步到YouTube 我很感謝你們 你們還一直在繼續的收聽著 已經 這個節目已經結束了兩年了 我們在YouTube上面也兩年了 希望 你們可以陪我們繼續走下去 不想要很矯情的說 說 一輩子都追隨我們 或是我們 一起走十幾年二十年 就是這個可能太誇張 因為每個人都會變 我只知道 現在你們在這裡 是因為剛好你們的頻率 跟我們可能差不多 那就讓我們 維持這個 差不多又甜蜜的頻率 然後好好享受現在吧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哈囉哈囉大家好 我們已經活動結束了 準備要回家了 剛剛聽完就是馬克的結尾 我真的覺得還蠻對的 就是真的大家都是這樣子過來的 就是很有感觸 然後我覺得整個活動還蠻好玩的 心得就是 我是參加那個 青春年年年年的 主持會第二屆的 那 感覺 因為我平常有去聽他們的那個 廣播劇 我覺得很棒 像在看一個現場live的感覺 可是是有加入個人 很主動的 真的很屌欸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以這個價位嘛 四五百嘛 才四百而已 這個價位 我真的覺得很推 我好像在業配啊 我沒有業配啦 我也不認識馬克他們 對 那我真的覺得還蠻有趣的 很好玩 下一次明年應該還會再參加吧 OK 如果有的話 對 如果有的話 手有點痠 那 來訪問你覺得如何 好尷尬 你是第一次參加嗎 對啊 我就是喜歡這種尷尬啊 剛剛在錄的時候 旁邊的人不在看我們 對啊 我就是喜歡這種尷尬 好爽欸 跟馬克還有瑪莉拍照 很緊張 桌布要換成馬克的額照 蛤 桌布要換成馬克的額照 沒關係 這個影片應該都會 你都成成馬賽克 然後你的聲音會變掉 你就 這個好像不是我女朋友 好啦 開玩笑 好 我們就下次見囉 那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一個喜歡 加訂閱還有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